1986年8月28日 中南海的会议室里 一堂特殊的课正在进行 说他特殊 因为听课的人并不是普通学生 他们中不仅有 中国农阳书记处的同志们 也有最高法 最高检 以及全国各部委的领导 众人齐聚于此 让这堂课有了更深一层的意味 前来讲课的是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晋帆 作为中国最资深的法治史专家之一 他对中国法律制度的演变历程 了如指掌 从历史中 我们可以汲取哪些经验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未来的法治 又该走一条怎样的道路 大家都希望 从张晋帆的口中 听到一些建议 可是张晋帆并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观点 而是讲起了一个有趣的历史故事 唐朝初年 唐太宗曾下过一道命令 如果发现有官员伪造履历 一律处死 命令下达不久 一名伪造履历的官员被查办 负责审判的司法官戴咒 依据律法上所写的条文 仅仅对那名官员处以流放之行 得知此事后 唐太宗愤怒不已 和戴咒展开了异常辩论 当最高领导的指示 和法律的条文发生了冲突 该以谁为准 就着这个话题 课堂上的气氛十分活跃 有人认为既然存在着法律条文 就应当照章办事 也有人认为 按照领导的指示办 能在最快时间内将问题解决 双方各持己见 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事实上 在当时的中国法学界 也在展开了一场 人质与法治的大讨论 文革前的很长一段时期里 虽然国家已经有了成文的法律 可他们在被实际操作中 不得不让位于各种临时 颁布的专门条例 换句话说 立法和司法都被政府部门所掌握 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一个时期内 冤假错案不断发生的原因 就在于此 究竟应该如何有效地管理 这个庞大的国家 法律在其中 又应当起到怎样的作用 在戴州讲的一话 说是你这陛下当时所发的次令 是一时喜怒之所发 我说的它所流行的 是国家颁布的法律 不要以为你一时的喜怒 而改变了国家惩罚 如果一时的喜怒改变了惩罚 那以后谁还相信惩罚呢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 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全面贯彻 人们再也不会为该以法律为准 还是该以领导为准 这样的问题所困扰 这让张静帆感觉无比欣慰 他觉得自己多年的努力 终于没有白费 一种内在的 由衷的一种爱国主义的情仓 不仅驱使我生活工作 在许多研究问题上 也都体现出来 这番话张静帆发自肺腑 回顾自己的人生 他总会感慨万千 因为他比别人对国家一词 有着更深一层的体会 1930年张静帆出生在辽宁沈阳 他对于这个世界最早的记忆 是918事变的第二天 侵华日军占领东北的情景 当时家里住在 奇人的一个大院里面 感觉到就是说 在院里的人都是非常吃惊的 向着一个方向来看 那个方向是什么呢 二层楼的一个商店 就听到那么惊恐的喊 又上了一个 就说这日本兵占领了这楼房了 这个印象是强毛之中的印象 为了加强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控制 日本将末代皇帝溥仪作为傀儡 建立了维满洲国 他们粗暴地篡改了历史 说维满洲国的国民 并不是炎黄子孙 而是天照大神的后代 这种行为令人难以置信 却又真实地发生在张静帆的身边 年幼的他真正体会到了 欲亡其国 先灭其史的说法 尽管他奴化教育 但是人们的观念里头 都还是知道自己是中华民族 是中国人 在日寇的统治下 张静帆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好不容易盼到了东北光复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 却公然撕毁和平协定 发动了内战 1948年4月的一个清晨 正在沈阳读大学的张静帆和同学 看见学校贴出了一张布告 得知他们即将离开沈阳 前往北平 原来国民党政府眼见局势不妙 为避免大学生落入共产党手里 便向美军租用了运输机 将东北极左高校的师生 集体转移到北平 什么样的运输机呢 集体的两边都是布兜子 人都坐在这个远布兜子里 一个人一个远布兜 中间呢全是运的行李 透过闲窗 张静帆看到雄伟的故宫 联名的城墙 繁华的都市 他的内心激动不已 也真的以为来到北平后 会像学校宣传的那样 有书读 有饭吃 可他高兴得太早了 几天后 华北日报公布了一则消息 北平市参议会决定 要对东北流亡来的学生 进行统一考试 合格地编入临时大学 不合格则编入国民党的军队 很明显国民政府 只是要把学生们当炮灰了 获此消息的东北学生群情激愤 1948年7月5日 一场浩大的学生游行队伍 出现在了北平的街头 学生早上起来以后 八九点钟就出发了 去奔北平市参议会 每次出来以后往南走 再往东走 就奔东要迷向了 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游行的队伍刚过长安街 队伍的前面就出现了骚动 随后传来了一阵 机枪扫射的声音 东北学生从来也没经验过这样的经历 当时都趴在地上 天气很热的 都躺在那个白白药路上 我记得当时机枪震着吧 那个寿意的刷刷落下来 当局的这次暴力镇压 不仅造成了50多名东北学生伤亡 也让张晋帆的心 在夏日的政务中量到了冰点 国民党这一次的枪杀 对东北学生习分 最直接最有效的学生教育 因为在这之前 东北的学生中人有一种正统观念 还以为是国民党是正统 那么这一次是以后 整个的思想都破灭了 如今在北京东四大街 与平安大街的交叉路口 坐落着一片古色古香的院落 这就是俗称铁一号的 中国人民大学旧址 研究生毕业后 张晋帆留在这里 从事法治史的教学工作 当时中国的法治史学科 尚处于初创阶段 二十出头的张晋帆 很快成了教研组的骨干 他不仅带头编写出 新中国的第一批法治史教材 还将他同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 创造出一种将法治与历史 有机结合的教学模式 讲一个历史背景 在历史背景里把历史经济 接级的都谈清楚了 重点谈法律制度 正当张晋帆在学校里 一心埋头讲学的时候 一个重要的机遇悄然而至 1954年是新中国历史上 一个重要的年份 这一年新中国沿着之前颁布的 过渡时期总路线 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而在制度方面 颁布一部正式的宪法 以势在必行 6月14日 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会议 要求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立即在人民群众中 组织关于宪法草案的讨论 并发动人民群众 积极提出修改意见 面对各种报道 光明日报社决定另辟蹊径 摊发一篇从历史角度 剖析宪法的文章 谁能担此重任 几经辗转 他们找到了曾经从事过 宪法资料整理工作 并且文笔出众的张晋帆 面对这样的题材 张晋帆有点犹豫 该从哪个角度入手撰写呢 几经思索 他前往中国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 敲开了范文兰老先生的门 作为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范文兰曾撰写出 《中国通史简编》等重要著作 张晋帆希望 能从前辈那里 获得一些写作的灵感 他跟我讲了一点 我感到很有启发 他说用剑和盾来讲的话 现正运动的好像是剑 这国民党的政府 这变花样的是盾 剑阅历 他也没有什么变动 所以他主要抵制现正运动 但是最后现正运动 还是把他这个盾 尽管 akan全部使用 吃进去 明天的把这些 我们想要有什么 这种灵魂 不是 那样 City 我们看清楚 我们在来 这个痛苦 是 相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一次国际法学研讨会上 张锦帆了解到 外国学者普遍抱持着一种观点 在中国古代只有刑法没有民法 听闻此话 他的心中五味杂陈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法治历史 怎么可能是只有刑法呢 如果一个国家只有刑法 没有其他法律的话 这个国家很难存在 更谈不到它能成为五千年一个文明服务 一个大胆的想法随之在张锦帆心中萌生 他要编撰一套系统的中国法治史书籍 将数千年的法律进行系统的归类整理 用详实的史料 打破中国古代无民法的偏见 然而工作开始没多久 张锦帆就发现 困难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 最为棘手的问题是人手不足 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 中国大陆法律史学界 所有的学术力量加在一起 仅有十余人 横跟在他们面前的 却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 从中国历史上第一部 教委系统的成文法典 法经 到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巅峰 唐律 再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 刻板印刑的法典 宋行筒 乃至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法典 大清律力 中国的律法代代传承 凝结着民族的理性与智慧 构成了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 要靠如此微薄的人力 整理数千年纷繁无杂的法律资料 宛如鱼工一山 精卫填海 无奈之下 张敬帆只得一面用有限的人力着手编撰 一面酝酿着法治使人才的培养工作 事实上张敬帆所遭遇到的问题 在当时的中国非常具有代表性 在这一时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人才的严重匮乏 成为了掣肘中国进步的一大难题 为了建立一座专业的法治类院校 使其成为中国政法教育的中心 1983年在邓小平的指示下 北京政法学院与中央政法干校合并 成立了中国政法大学 一时调令让张敬帆来到了这里 他被任命为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的院长 可当他躊躇满志地走进校园时 眼前的景象却让他感到哭笑不得 这个院是当年的 北京政法学院的旧职 文革期间这个院被四家单位占领了 全是文艺团体 什么北京是曲艺团 北京经济团 北京什么歌舞团 全都在这些院里 早今起来 说实际上起来读外语的时候 这边读外语 那边吊嗓子 那边亮花枪 我无话怕 当时的中国政法大学 教学质量根本无法和几所综合类大学的法学院相比 怎样改变这种局面 张敬帆决定 效仿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做法 那一时期北京各大高校和法院检察院 经常能看到张敬帆的身影 他四处游说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想办法把知名学者们 请到中国政法大学 组成各学科的导师组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有一个创举是什么呢 当时我们来对研究生的时候 不是自己一个导师 而是政法大学在我们这个学科 在张先生的领导下建成了一个导师组 他把整个北京的著名高校 好的优秀的专家学者 都拼请为导师 这样的举动在当时的校园内外 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有人认为学校本身就有老师 又何必去外面请 但张敬帆坚定地认为 从长期发展来看 这样做是值得的 当时我们影响很深的是 改了张法大学校名以后 有一股向上的发展的 那个蓬勃的那个镜头 所以张先生那个时候 我看见是意识风发 就是要把政法大学的研究生院 建成世界著名的研究生院 要像跟美国的哈佛大学 法学院这样的著名 朱永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院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在张敬帆的指导下 他开始了博士生的攻读 方向是清代的法律制度 在清代 流放的刑法分为几等 为什么要这样划分 如此划分的背后 又有怎样的考量 朱永对法律条文 寄进了层层的疏离 我们当时这个研究流行的 只注意到 三千里和两千里 它是相差两个等级 古代南北有一个概念 就是我在我出生地这个地方 那是最好的地方 你给我弄得越远 那是惩罚越大 所以你像如果两千里 三千里 就得到云南那边去了 历史上讲 那属于燕障之地 没有开化的 三十多年过去了 七日张老师 对他研究报告的分析指导 他至今记忆犹新 但是先生跟我们讲了 一方面 看这个刑法的等级 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还同时介绍 就是清朝统治者 设置这一套刑法制度 他是有很深刻的用意的 就是一方面 对你罪犯是个惩罚 把你流放在那儿去 另一方面 也是对当地是一种开发 因为你犯人也是 有预批预批的 犯人过去之后 虽然他是服刑 但是他把你 这个文化开明的地方 一些好的思想 好的制度 带到那儿去 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没有想过 启发 这是张静帆指导学生时 最大的特点 不同于其他博士生导师那样 对着课题 就事论事地进行讲解 张静帆总是不断地引导学生思考 从而让他们自己去发现 一个更大的世界 1987年 朱永和其他两位同学 一道参加了博士论文答辩会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首次 法律史专业博士论文答辩会 它不仅意味着改革开放后的 中国法律史学界 成功培养出了第一批高端人才 也标志着更为正规 完善的法学教育体系 日趋成熟 那这就是这个博士许文证书 当时政法大学的校长都是有司法部的部长 兼 所以校长也是邹渝部长 签的名 具体的时间是1987年7月2号 经过多年的努力 张锦帆不仅帮助中国政法大学 逐渐成为全国最顶尖的法学专门院校 也让优秀的法治史学博士生 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他们中的许多人 加入到了中国法治通史的编撰工程中 1999年元旦 历时20年编撰完成的中国法治通史 终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仪式 它不仅被法治史学界赞誉为世纪之作 也用无比详实的史料和严谨的论证 打破了中国古代无民法的错误认识 所以我提出观点就是 诸法并存 民行有分 编这套书呢 我们不仅是从典章制度出发 还要建制度 建思想 建人物 建活动 把这一部法治史写成一个非常生动的 这样一部的历史 以这一套著作的出版为标志 可以说中国法治史的研究的中心 是牢牢地树立在中国这个本土 大家如果要继续学习中国法治史 继续交流中国法治史 更多的是要到中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 张晋帆的书桌上 始终放着一只自带光源的高倍数放大进 由于双眼叠换黄斑并变 如今的张晋帆只能依靠他 勉强地进行阅读 但即便如此 茂蝶之年的他 现在依旧保持着每天四五个小时的工作强度 先生口说他们做记录 然后再整理出来再念给他听再修改 所以他的东西虽然是很 要我看是很艰苦的 但他依然保持 我们有设置为研究人员 有六十岁左右的 也有五十岁左右的 根据我了解的情况 先生的科研成果 一直是我们这里面最高的 2013年中国政法大学 曾对全校教职工进行过一次考评 终身教授的标准是700分 最终评测成绩下来 张晋帆的总分竟高达4925分 张晋帆的不懈努力 是为了实现他心中的一个梦想 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合理的法律精神和法律行为 与中国社会进行适当的结合 弥补当下法治的不足之处 重塑出一个全新的中华法系 中华法系这个人本主义的一个特征 像礼法结合得法后领 复兴的中华法系绝不是复旧 而是创新 要把中国的传统的法文化的 和今天的社会有的新的法 要把它融合起来 尽管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完成这个 重构了 但是我们又很好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 如今已经90高龄的张晋帆 担任起了国家重点项目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理论体系研究的带头人 继续为中国法治建设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为天地利心 为生民利命 为往胜济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张晋帆身为一名法学家 所秉持的信仰 也是他毕生孜孜以求的夙愿 为了谊保持韩国闧 当然她在为了让 自己准备老奔 尽管的部官资格 因此 毕你 在死